吴宗宪、安心亚共同主持《我要当女医》,现歌开歌唱至名女神来呼呼。 TVBS42欢乐台即将推幅全新选秀节目《我要当女医》,由综艺天王吴宗宪及全民女神安心亚两位主持。 吴宗宪表示,本来没有时间,一听到跟安心亚主持,马上就答应。 也夸赞安心亚是一步一脚印努力的艺人,才能成为今日的女医,主持《我要当女医》节目再适合她不过了。 吴宗宪自嘲,那向我条件最差,身材不好,个子不高,但也是经过自己勤奋努力下,在今年7月份要在小巨蛋开个人演唱会,指明要安心亚来给我呼呼。 《我要当女医》,自次有两岸自各地海选出27位新生美少女现身摄影棚参加第一次录影,在这之前制作单位总共举办了7场海选,总共上千位人参加。 每个选手出类拔萃只为整女医高下,在录影的过程中同时间也提供网络上,给观众投票选出心目中支持的女医,投票成果也会列入评审评和之一。 同时野生平神掌之一的吴宗宪在他心目中的女医一定要具备自己的特色,就像安心亚一样有自己的特色。 这一生没有追过剧的吴宗宪,前一阵子唯一追过的戏就是安心亚演的戏,让他印象深刻,让安心亚听到开心不已。 在今年准备了开演唱会的吴宗宪热情邀约安心亚,他也一口答应说,这是一定要给献哥支持的。